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岳谦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什么 国民党内的密室政治 国民党内的密室政治的可恨 可恶之处到底在哪里 有一位记者他曾经问过我 他说赖老师 密室政治不是在政治界里面 古今中外常常出现吗 我说是的 那为什么这次韩国瑜 出来谴责这个密室政治 而且加上了国民党的政治权贵 就是我们所谓的国民党的政治贵主们 这些政治权贵搞这个密室政治 实在是令人可恨 我们也看到郭台铭在第一时间也说 国民党内确实存在密室政治 他们也真的很可恨 他也很讨厌 他也不希望国民党内有这样的一个 政治权贵的密室政治 王金平也出来承认 国民党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密室政治 而且他是受害者 讲到这里我们就想起了 国民党比较显著的三位 受到密室政治那么去运作的对象 第一位就是李登辉 李登辉当时在蒋经国担任第二任的总统 就是连任的时候 他启用了李登辉作为他的一个副手 那李登辉在政治的权力上 他是没有巨大的影响力的 李登辉担任蒋经国的副手的时候 当时大家都认为他是过渡的 因为蒋经国可能希望循着他的模式 那么把孙院长最后由他来接中华民国总统 这是一般大家的推论 也就是说采用严加干的模式 但是当靖国先生过世了 孙亦权在之前中风了 李登辉顺理成章的就接了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也当了中华民国总统 是先当中华民国总统 那么再被追认为国民党的主席 在当时国民党的权贵 李登辉就想要阻扰李登辉接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我们看到了宋美宁回到台湾来 那在第一波里面 宋美宁没有成功 李登辉接了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接着我们看到了江伟国们 他们也开始跳出来 那么要去反对李登辉 那么继续竞选连任总统 李登辉采用一种策略 说我是干一任 让我干一任 所以当时国民党的一些权贵们 就说好那就干一任吧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李登辉就是第一位 很有可能在当时 国民党就有政治权贵的 密室政治的一个操作者 因为他们认为李登辉本身不够分量 应该要处置了后快 但是李登辉活下来了 国民党从此以后陷入了非常惨烈的权力斗争 有主流派跟非主流派之间的斗争 之后绵延了十几年的内部的权力斗争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呢 是这个洪秀柱 洪秀柱在国民党内是资深党员 也是资深的立委 但是他不是党的核心 他既然不是党的核心 那当时在马英九执政的后段 整个国民党老百姓怨声载道 眼看着大雪无望 这些男生们都没有人要跳出来选举 洪秀柱当时是想用抛砖引玉的方法 也就是他不是真的要出来选 是希望由他的方法刺激男生出来选 结果没有一位男生出来选 洪秀柱出来了 结果我们就看到了密室政治发生了 最终把洪秀柱硬硬的换掉 朱立伦取而代之 这就是政治权贵的密室政治 那第三次韩国瑜 各位不言而喻了 不管李登辉 不管洪秀柱 不管韩国瑜 我们都看到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他们在当时 他们都没有做损坏国民党的事 我强调李登辉在当时也没有做损坏国民党的事 洪秀柱或者是韩国瑜 特别是韩国瑜 是对国民党有功的人 一个对国民党有功的人 国民党内部里面有一个小的政治权贵的团体 要去杀害工程 要去破坏工程 这个就是我们认为 第一个政治权贵太瞧不起人 这是可恨之处 也就是说你凭什么认为你就是政治权贵 第二个你凭什么可以瞧不起人 瞧不起洪秀柱 瞧不起李登辉没有政治背景 瞧不起韩国瑜没有政治背景 你瞧不起人 这个让人家太难忍受了 第二个同事操歌 一个党内的对国民党的击败民进党 在九合一大胜有功的人 你国民党内的内部里面 搞了这样的一个小会议 然后要去破坏他破坏忠诚 这个我们简直是难以接受 所以他的可恨之处瞧不起人 可恨之处二破坏忠诚 可恨之处三破坏团结 我们看到了目前国民党还没有执政 但是党内这样子一个对于国民党内 有可能击败对手的人 这样子做无情的追杀 无情的破坏 他们的目的何在 就是要帮他们的组织 或是帮他们所推举的人 让他能够击败韩国瑜 为了让他们推举的人 来击败韩国瑜 来击败他们的对手 就可以这样的无所不用其击吗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一些 不管是策划内的 不管是主动去攻击韩国瑜 想要来向你示忠诚的 所有的这样的各种各样各类型的人 我觉得这五位候选人 国民党的这五位候选人 韩国瑜 郭台铭 朱立伦 王金平 周锡伟 我觉得这五位都应该要站出来 庄严的宣誓 如果国民党内 或是跟国民党有关的人 伤害他们的五位任何一位的候选人 不管用直接间接笔名 或是用各种办法 那么不管在自己的社群网络 在境外的媒体 在台湾内部的媒体 用尽各种办法 传谣言也好 去侮辱攻击伤害党内的同志 这些人他们将永不录用 而且这些人绝对不会分到 他们以后执政的时候的任何好处 如果有 他们也就这五位候选人 就自愿下台 因为证明原来这些打手 是跟他有关的 一个杀党内同志如此狠烈的人 凭什么来领导这个党 所以我觉得 这五位候选人 都应该要庄重的宣誓 这样子才能够杜绝党内的相互厮杀 曹培 曹植这两位兄弟 曹植后来讲的一句话 本是同根深 相间何太极 这么多年了 几千年过去了 国民党内 还要这样子相互厮杀吗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纳月谦 我在五色崛起 大陆 大陆 中文字幕比赛 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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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